2022年到现在为止分数最高的电影 排名第一的是个国产影片 以下根据国内网站某办的评分 且评分人数超过5万 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电影 第十位 人生大事 目前还在上映 累计票房已经超过17亿 是今年电影票房的黑马 竹一龙和童星杨恩佑主演 据说看到这部影片的表现后 很多片方调整了投资思路 影片评分7.3分 第九位 奇迹笨小孩 评分7.4分 春节档电影 发生在深圳的励志故事 导演是我不是药神的文木野 第八位 瞬息全宇宙 杨子琼主演科幻片 刚刚上映时分数高到离谱 现在逐渐下降 达到了如今的7.6分 一个美国华裔家庭的情感类科幻 杨子琼表演可圈可点 有说法他今年可能提名大奖 第七位 分手的决心 导演是老男孩的朴赞玉 主演是汤维 这片子去了嘎那 表现不俗 从效果上看 汤维和韩国电影市场的融合 是相当的不错的 评分7.6分 第六位 狙击手 评分7.7分 导演是张艺谋和张默 这是一对妇女组合 也算是传邦代的作品 影片以小见大 在国内战争片中是比较新颖的 张默下一部影片 是和张小斐合作的 叫做《拯救嫌疑人》 第五位 套装 主演是敦克尔克和《头号玩家》里的演员 老戏骨马克·李朗斯 片中他可以说是独挑大梁 在一个相对密闭的空间里 上演了一个精彩的悬疑故事 评分7.9分 电影爱好者会觉得很好看 普通观众可能会觉得有点点闷 第四位 壮志002 上一部是1986年的 这一部是时隔36年 在北美地区的票房挺高的 评分8.1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前三位如下 第三位 青春变形记 评分8.2分 是部动画片皮克斯出品的 一个发生在美国亚裔家庭的奇幻故事 东方的家庭情感 西方的讲述方式 最近发现西方关于亚裔的故事多起来了 往好的方向想 也是增加了亚裔的关注度吗 第二位 祝你好运 李奥·格兰德 英国影片主演是埃马·汤普森 他是哈里波特里的西比尔 还曾经参演过李安导演的《理智与情感》 这部片8.2分 重点说说第一位 引入沉烟 评分8.5分 而且前两天还是8.4 又涨了 不只是评分涨 票房也涨了 最初片方认为超过1000万都不错了 现在看着超过4000万一定没问题 甚至奔着6000万去 影片的导演是李锐军 摄影师是我一位朋友叫王维华 这部片子的票房有所提升 说明了一件事 观众开始意识到 票房灵药不应该是指某个人 而应该是讲得好的用心的故事 本片还在上映 估计会创造更大的惊喜 让我们拭目以待